政府在我们的正能出完了以后 他有可能会rebuttal一个正能出来 这也就是之前我们说的 他有个数字货币的专家 因为我在昨天的Trust Group 我看到了这个信息 你可以看一下中间 4,910 看到吗 We didn't call our expert We will call our rebuttal 对 call on our rebuttal 他就是他还没有 但是他会call 应该是在 rebuttal不就是在我们的正能出完之后的环节吗 对对对对 是吧 是的 所以有些战友可能以为 政府不会出他们的专家证人了 按照现在他这个内容看的话 应该还是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对而且他看到整个时间抢回来一些 对 而且这个事实上就是 从法庭来说 他也不能阻止政府 这是政府的举重责任 对吧 这是政府的举重责任 但是反过来 变范还有这个机会吗 一般来说没有 没有了就不会再call back ac graves mace 对对 对对 对对对 好 那我们大家就知道 这个大概有可能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现在一切 未定 就像郭先生会不会出庭作证一样的 现在都不确定 只有到这个星期天下午一点 我们也未必知道 但是政府应该会知道的 就是郭先生会不会去作证 当然我也认为他是一个策略 他想越早知道 他越早去花时间去准备 怎么样去cross他 因为必定是郭先生出来嘛 他可能希望在他身上 cross更多更广泛的一些问题 有可能为这个庭审作准备 也可能为未来的庭审作准备 因为他的statement是相当的重要 看起来至少到礼拜二肯定还是有庭审的 所以我们的庭审节目肯定是继续 至少到礼拜二或者说 至少到礼拜三礼拜四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五天当中 有可能到礼拜二 至少到礼拜二 有可能礼拜三或者礼拜四 都有可能会有庭审 那么后面这个结束了以后 再有这个政府的battle 然后后面再有closing 在instruction 然后后面就是关门 推证团关门去商讨 至于需要多长时间 要几天呢 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就只能是等待 给大家看